这个糖酸是那个围绕着星球的那个轨道 好热 不及这边好了 什么是快乐星球 那我就带你去研究 好好看 这道菜是我这一季唯一一个想拍照的菜 好好看 我都舍不得吃 超级好吃 非常惊喜 丸子呈现比较不错 创意是非常加分的 杨晴已经出来了 这个是肥吃了是吗 有点意思 走 妈呀 海涛 所以海涛可以吃了是吗 海涛怎么样好吃吗 你又开始嘚瑟 你看 他要副师一手了 副师 你来一首诗 我好久没做诗了 赶紧想诗 来 雷静这边也好了 这个木瓜 它是一个新的吃法 就是你要把小金菊 还要你蒙挤上去 然后稍微等它30秒钟 然后用勺直接垮着吃 来 柠檬之家轻柠汁泡一下 对 就是因为木瓜它味道比较平 柠檬下去以后 马上味道就收满了 哇 你们快点吃那个南瓜 那个脆脆的是南瓜 那个脆脆是南瓜 那个脆脆真的是南瓜 南瓜片 南瓜这个真的创意太棒了 这个披萨 雷静啊雷静啊雷静 先出一百 提醒您下节看点 绝对是一流的 卫行摆盘都非常的成功完美 这是一个相当难以超越的分数 因果就真的 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心急厨师 她一定有自己的实力跟能力 就是一钢刻钢 今天见到你让我非常的惊讶 因为我觉得你变成了一个 非常沉稳而坚毅的一个人 更强才会变得越来越好 老样呢 那么我做一个野路子 一个非科班出生的厨子 所以就心里 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担心 不知道是什么 外面裹着的那个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脆 它有点太单一了 包装再漂亮 这个菜如果它没有达到 一种完美的东西 你反而可能是一种减分 我是永远不会做的 到底在我们的复活赛中 谁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下一轮 成为我们先出一百 第二季的全国四强 淘宝买菜先出一百 待会儿见 淘宝买菜先出一百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淘宝买菜 冠名播出的先出一百 上淘宝买菜 实惠又方便 雷劲啊雷劲 哎 怎么了 很牛 吓死我了 这听起来也很好吃吗 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我还是有一颗中国味 我真的没想到它这么惊喜 我觉得补吉蛮危险 那我们这边听一下 晓琳哥 赵老师 补吉呢做的是 完美 你的那个荔枝 卫形摆盘 都非常的成功